如何不再害怕被讨厌 如何获得自信和自由 三分钟读一本书 今天我们读被讨厌的勇气 第一部分 接受过去 我们常常认为 过去的不好经历会让我们变得抗拒 例如被在意的人伤害我们会伤心 会逃避 但作者不这么认为 他主张目的论 他认为不是过去这个原因导致我们痛苦 而是现在这个目的让我们痛苦 具体来说 为了不被拒绝 所以脸红 为了逃避他人的评价 所以不敢出门 这些痛苦症状出现是有其目的的 比如小豹说 我就是控制不住的生气 这其实是小豹选择用愤怒这种工具 来表达全力以此来控制他人 或者用悲伤这一工具来示弱 同样可以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 因为我们害怕被继续伤害 希望对方能够铭记 能够珍惜 所以通过令自己悲伤来让对方愧疚 让自己愤怒来获得勇气 书里说 决定我们自身的并不是过去的经历 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所以只要具备从过去摆脱出来的勇气 就能具备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第二部分 接受自己 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来自我们害怕被人讨厌 所以导致我们只关注自己的缺点 看不到自己的优点从而变得自卑 然而健全的自卑感不是与别人比较 而是与理想的自己比较 人各有差异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人 这种差异不关乎善恶或优劣 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自己与别人的差异 例如小明觉得自己很矮 觉得低人一等 所以在人群中总是沉默寡言 然而事实是 小明虽然很矮 但同样的 他具备了比别人更多的亲和力 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 但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主观解释 因为我们都只活在主观世界中 如果总是表现得很孤僻 可怜 自大或充满优越感的时候 那么就是把自己的不幸当作武器来使用 结果将是永远不幸 第三部分 被人讨厌的勇气 想要获得自由就要不再寻求他人认可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或者改变 自由就交给了别人 而课题分离是摆脱他人认可的关键 什么是课题分离 就是一件事的后果 由谁承担就是谁的课题 比如与伴侣相处时 真诚对待是我的课题 如何回应真诚是他的课题 所以他人的认可是他人的课题 并不是我的课题 他人会如何评价我 是否会喜欢我都与我无关 一旦将他人的课题与自己的课题混淆 便会产生痛苦 不将他人的课题施加给自己 同样也不应该将自己的课题施加给他人 因为没有人应该按照我们的期待来生活 将课题分离开 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也是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本书不仅是关于勇气与自我成长的指南 更是一部结识人生真谛与生活智慧的宝典 怀揣坚定的勇气和深邃的智慧 我们便能在生活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最后用书里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阅读 对人而言 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 下一集我们读《瓦尔登湖》 这是一本书能帮助我们内心 找到安静和回归的经典著作